据俄罗斯媒体24号报道 丹麦能源署邀请北溪二管道运营商 参与打捞管道附近不明物体的行动 丹麦能源署表示 为进一步弄清物体的性质 丹麦政府决定将其打捞上来 并邀请北溪二管道运营商参与行动 报道称 目前丹麦能源署正在等待 北溪二管道运营商的回应 北溪二运营商北溪二AZ公司 由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控股 总部设在瑞士 此前俄罗斯方面曾建议丹麦检查 北溪天然气管道是否存在其他爆炸物 称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专家 在检查天然气管道期间 在距离爆炸现场约30公里的地方 发现一不明物体 专家认为这可能是接收信号的天线 用来激活可能放在管道系统下面的爆炸装置 感谢观看